唉 我叫朋友 凭良心 无愧于艳和言 但是就是有人不知足 我呀 选择挺坏消息 董老师呀 给咱俩准备了两份礼物 你猜猜是不是手办 有没有可能是个别墅呢 还没到送别墅的时候了 等到四月份的时候 我让他给你掃过去 你让董老师花钱了 你说哎呀 呀 快快 给我坐坐 妈 走吧 董老师啊 给咱俩一人送了一个小丑 但是这俩长得不老一样的 我先说问你 要哪个的 等于他送咱俩来不一样呗 那肯定不一样呗 那一样的送个骂进呗 有一个是整事的 全取全营的 有一个有点差点事 我看 那个好像没做完似的 就广一个挠挂子 反正那不是全个人 你看你要哪个 你选 让你跳 那不叫你整事了吗 那个半成品也不错 虽然不是整事的 就只做到了 没做完就只做到剪帮子 下边 还有那个架子嘛的了 但是也不错 那整事的 审材比例是挺好的 都行 你再想想要不 那这 我要吃点苦 我来那个全营悬严的 那占地 省省的你那回来摆不开 对吧 我就不应该告你 我就应该倒是这俩丑盲盒 我就要那全属严 我不玩 我就要 这是那个整事的 这可是你自己选的 我可卖没锁 不 不是 电池就是一般的电池 稍等啊 我让他拍一下 OK OK 让东老师拍清楚点呗 打盖 有个 半明 但是没有你这个长得好看 你这个脸长得多稚密 有一种 扯祸现场的眉 但是这个是东老师自己亲自撞的 亲 亲手秃的 鼻梁子都撕了 你所见话太让人憨心了 你说你是在质疑东老师的审美 还是在质疑东老师的手法 东老师秃撞这个小丑费了好大的劲 用了很久的时间 你知道 还不得用了 东老师 你那小丑 涂装了多长时间 整整十个小时涂这个 太下功夫了 你看看那个脸型 这个胖胖圆圆的 多富态 你呀 你就是命好 知道吗 你呀 选骂东西啊 都能选到那最好的 就是泡在蜜罐里的人生 知道吗 点儿太高了 你看你选的多好 要生态有生态 要胭脂有生态 要胜财有生态 要塑料有生态 你再看我那个简直的吼色的 你再看我那个简直的吼色的 你要那电池噶骂用呢 那电池比小丑高一头 可是这是个7号电池 没电了 没电了 不是你要是不喜欢这款小丑 我找董老师给你换一个 看见了吗 想好了 换不换 你还有第二次选择的机会 换成这个小丑 太静致了这个 我跟你说 我就没见过那么漂亮的小丑 长得都统颜性了真的 跟电影明星在的 比我那个枪太多了 我太羡慕你了 本来就是人家冻冻的自留款 说跟他表旧本相 我养个半天才同意给你的 知道吗 你得珍惜 我说这话你明白不求的 你得珍惜 作业要知道感恩 懂吗 给人董老师买两条艳妈的 我都已经这么将就他了 结果他还发了个朋友圈 让人董老师看见了 严姐过来问我 你说我怎么说 唉 我再绑你最后一次吧 谁让我心眼好呢 也算我仁至义尽了 哦 不是电影 他内喊你呢 他说你秃的那个小丑 跟练过健美的狗 吊子牙铃溜腕时扎脸上去的 别说我说的